尤尖旺區議會早前通過動議 研究取消旺角行人專用區 由政黨就發起試驗計劃 參考外國和西九文化區的做法 無以規管行人專區 是否可行呢? 盧家榮說一下 同樣是街頭表演 這一天在旺角行人專用區 近登打時街這一段要輪著玩 玩雜技的每輪半個小時 唱歌的就每輪一個小時 只可以用小型擴音器 音量在兩米範圍 不可以超過85分貝 檔與檔之間還要隔20米 公民黨在西洋蔡南街 畫了兩個區域做試驗 無以街頭表演可以點規管 一共有七個表演單位參與 是很舒服地做表演 而你看到行人 是不會掩著耳朵走開 急急走 開到太大聲 表演者和表演者之間 已經有競爭 不存在尊重 這個限制是好的 因為有時他們大聲了 他們不知道 就像這些撥落的位置 看都看得舒服些 因為有些逼近 都逼不到看都不想看 限制就定了出來 那怎樣規管呢? 公民黨就建議 找人拿著這些分貝 而量度表演者發出的分貝 如果超出限制的話 就會警告他們 你有你試驗 專用區的另一邊 繼續我有我槍 我不是不認同他們規種模式 我覺得他們做這件事 目的是甚麼? 這條街你不給手打傷 我想肯定走三十檔 公民黨就說試驗計劃是參考了 外國和西九文化區的做法 籌備了只不過一個星期 我們已經做到 至少這部分的三分二的檔口 我們都可以談得到 政府更加是沒有理由 很難 他們說即使旺角行人專用區 最終要取消 希望政府長遠考慮 發牌規管街頭表演 有線電視記者盧家永報道 有線電視記者盧家永報道 住並行街頭表演 有線電視記者盧家永報道 開眼神 你